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到义友围棋教室来学习 那么今天呢 我们学习新的知识 在对局当中 我们要想这个提高自己的攻杀的能力呢 就必须得学会辨别死活棋 那么如果提高了这个能力 在对局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 知道这个形状到底是死棋还是活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棋 现在黑棋是这样 外边呢 全部都被白棋给包围住了 黑棋是逃不掉了 那么对于这样的形状 我们来数数 它是一二三 有三个交叉点 在围棋术语当中呢 这个形状叫做直三 直三 大家看到因为在上堂课当中 我们曾经学过 一块棋如果被对方给包围住 必须有两只眼才能活棋 黑棋呢 如果做两只真眼呢 显然是要放在这个位置 这样呢 白棋无论如何是破不掉这两只眼的 那么这块棋呢 就是活棋 但是如果换成白棋走 白棋怎么样就能杀死黑棋了呢 这个问题呢 应该说是非常简单的 不过我还是请陈丹同学 你来回答一下 因为黑棋呢 放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啊 就可以做成两只眼活棋了 反过来说呢 这也是白棋的一个要点 白棋点在这儿 那么黑棋无论如何 就做不出两只眼来 以后呢 白棋如果想把黑棋这几个子 从棋盘上把它拿掉 就是让它一口气都没有的情况下呢 只要走在这儿 黑棋提 然后呢 白棋再铺一个 它提掉 现在黑棋只有一口气 白棋放进去 就可以把这几个黑棋给它拿掉了 因为它死了 对吧 好 请坐 也就是说呢 直三的形状 应该说是一个死棋的形状 如果不走的话 被人家往中间一点 这块棋就死了 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 赶紧往中间放一个 一定要做活 那么白棋呢 这三个交叉点 白棋只能放在中间 如果放在边上 那黑棋可就要活棋了 比如说我们往这头放 黑棋要放在这儿 把这个子提掉 现在做成了两只眼 那么如果要往这头放呢 同样的道理 黑棋呢 也是放在这儿 把这个子提掉 就做成两只眼 这个直三 我们再来看 把它形状稍微变化一下 大家看这样的棋形 这里边我们来数一数 也是三个交叉点 但是跟刚才的不一样的地方 刚才是直三 现在呢 是弯曲的三个交叉点 我们管这个棋形呢 叫做弯三 弯三呢 也可以叫做取三 如果黑棋 如果黑棋下的话呢 放在这儿 这个棋 黑棋就做成了两只眼 就是活棋 那么反过来呢 跟刚才直三的道理 是一样的 白棋要想杀黑棋的话呢 也是点在这儿 那么这样呢 黑棋就活不了了 刚才的形状 比如说我再换成这样 好 请大家来看 现在呢 我把这个棋啊 给摆成这种形状了 那么这个形状 黑棋里边交叉点很多 可是这个形状 我认为呢 它还不是活棋 白棋有没有办法杀死它呢 好 下面我们请教了 你来回答一下 你看看这个棋 白棋有没有办法 把黑棋给杀死呢 白棋先扑一个 白棋先扑一个 黑棋如果提掉呢 再点一个 再点一个 那么这样 你觉得就杀死了吗 杀死了 为什么杀死了 现在我这一只眼 这一只眼 这就是假眼 对 这就是假眼 我们上堂课就已经学过了 什么叫真眼 什么叫假眼 现在呢 你有一只假眼 然后里边呢 是一个直三的形状 正好被我给点死了 对不对 那么刚才 你看你走这个的时候 假如我不去提这个 我做一只眼 行不行呢 你要是一提了 我不正好就活棋了吗 我长一个 哦 它多送我一个 我们看看它这个效果 好不好 我把你两个子提掉呢 再一扑 好棋 这一扑 如果你要提掉的话呢 白棋连走都不用走了 一块棋呢 一只真眼 一只假眼 那么整块棋都是死棋 好 请坐 所以呢 看到这种形状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 我们要用直三的办法 把它给杀死 比如说这个子 如果不是在这个位置 要是直接走在这儿 那么这个形状 我们看看它是活棋 还是死棋 他们呢 很踊跃的举手 但是呢 我想这个棋呢 我来解释一下 我们现在数数里边是 一二三四 里边是四个交叉点 那么这个棋 白棋 能不能杀死它 我来试一下 比如说白棋点 无论它点在哪 先点在这儿吧 那么黑棋呢 可以挡在这儿 你看这样呢 我这儿有一只铁眼 这个地方呢 你白棋在里边送一个子 这肯定也是一只眼 那么这样呢 可以就两只眼 把它往这头挪一挪 黑棋可以同时挡在罩 无论你走这头还是走那头 它总是有一边可以走着的 也就是说 它肯定能做成两只眼 那么这个形状 我们叫什么呢 叫做直四 大家注意啊 直四 直四呢 在围棋当中 就是活棋 这样的对方是 无论如何杀不死他的 我们把这个形状呢 也改变一下 看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 里边我们来数数啊 到底是几个 一二三四 也是四个 刚才直四是活棋 现在呢 这个形状呢 是弯曲的一个四 那么我们叫做它弯四 弯四到底是活棋还是死棋呢 我们来看 嗯 刚才底下同学举手 那我请他们来回答 好 弯四是活棋 弯四是活棋 那这个棋 如果人家点在这儿 你是不是就准备走在这儿了 对 如果走在这儿呢 黑棋可以走在这儿 这样黑棋也可以确保 它有两只真眼 请坐 刚才陈南说呢 弯四是活棋 不过有的时候 弯四啊 不见得是绝对的活棋 这就要看周围的情况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子给它拿掉 换成一个白子 如果在外边棋非常紧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看 它到底是活棋还是死棋呢 好 焦老 这是死棋 这个棋就是死棋了 刚才就是活棋 你告诉我们为什么 因为这一大树 现在呀 因为多了 这个必须还得有一个白子 否则这两个子就要被吃了 那么 刚才呢 这块有黑子的时候啊 对黑棋这四个呢 形不成是打吃的形状 现在换成白子以后 我们看这可以打吃了 黑棋如果接上的话 嗯 白棋往里 简单的一长 那么这样 你提掉 里边就只有一只眼 所以这样的黑棋呢 就不是活棋 当然了 这个是一种特殊的情况 是必须 必须在这个地方 有子 外边的棋 还都必须封住的情况下 它就不是活棋 如果差一口气 里边呢 黑棋依然是活的 白棋是杀不死它的 你走这个 它可以挡住 当你打吃的时候 它就提掉 好 请坐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形状 但是这个形状又有一些不同 你看它是方的 那么在维系术语当中呢 我们管这个形状叫做方刺 方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死棋 白棋不用施展任何手段 它都是死的 如果是棋局到结束的时候呢 它很自然的就要被当作死子 把他呢 从棋盘上就给请下去了 那么我们看看 如果白棋不走 黑棋能不能做活 现在显然它是没有两只眼的 它就得想办法去找这两只眼 那如果他要走这个 现在形成什么形状了呢 陈南 形成弯三 弯三呢 是一个死棋 那往这边走呢 也一样的 往这儿 往这儿 等等 它全是一个弯三的形状 无论它走什么 只要被人家在这个两个眼中间一点就死了 所以呢 方刺是死棋 这个呢 我们下棋的时候 千万不要下成这种方刺的形状 一个是难看 另外一个呢 效率太低全都死光了 请坐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形状 这被我变换了一下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形状 我们数数也是四 但是这个四呢 跟刚才的形状都不一样 它像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像我们生活中 比如说在马路上 大家注意那个钉字路口 像不像 像 你看这是钉字路 这也一条路 这一条直路 那么这个在维棋术语当中呢 叫做钉四 就是钉字路口的钉四 那么钉四是活棋还是死棋呢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形状 我们再来决定 谁来回答一下焦朗 这棋是死棋 这棋是死棋 如果白棋下走哪呢 点一个 白棋一点 这个棋呢 你看多狠啊 在这个正中间这个位置一点啊 黑棋无论如何是做不出这个两只眼的 那么黑棋要是活棋的话呢 他也必须走在这 走其他任何一点都是不行的 你看 你要是走在这儿乘直三 走在这儿或者这儿呢 都是一个弯三的形状 所以所以黑棋要走的话 一定要走这儿活棋 但是白棋 如果轮到白棋下 只要一点在这个位置 就把这个钉四的形状呢 给杀死了 好 请坐 我们现在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刚学的 呃 直三 弯三 钉四 取四 还有方四 哪个形状是死棋呢 就是直三 弯三 钉四 还有方四 包括弯四的特殊的情况 都是死棋 大家看一看啊 现在数一数这里边是有几个 数一数这里边黑棋的格有几个 交代有几个 有五个 有五个 好 请坐 我们呢 再看一下这个棋的形状呢 其实它都是非常讲究的 有五个 然后这个形状像什么呢 是不是像我们平时这个 呃 这个花 大家想一想像一朵花 梅花的形状 就是这样的 是吧 特别规则的一个形状 那么这个在围棋当中呢 我们称它叫做梅花五 一二三四五 梅花五 梅花五的形状是死棋还是活棋呢 凭我们原来学的知识 我们现在敏锐的发现它 活的还是死的 陈南 梅花五是死棋 梅花五是死棋 怎么杀 我点 点在中间这个位置 你看花心上点一下 白棋呢 就把黑棋这个 这么一大堆子 全都给杀死了 那么如果要黑棋走 走在这儿 它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两只眼了 而是有 一二三四只眼 但是被白棋往中间一点 就杀死了 所以呢 梅花五在围棋当中呢 也是死棋的形状 好 请坐 这是一个 另外呢 还围棋当中还有一个形状啊 也是死棋 下面呢 我再摆给大家看 比如说 是这样的 这个呢 比刚才的梅花五啊 多了一个交叉点 现在是几呢 一二三四五六 这个六 那么这个 这个形状呢 我们看它呀 就像一串葡萄一样 这么一嘟嘟 那么这个棋呢 在围棋术语当中呢 叫做 葡萄六 因为有六个交叉点 所以叫做葡萄六 葡萄六 葡萄虽然很诱人 但是呢 下成葡萄六可就不行了 如果一旦下成葡萄六的话呢 这块棋将遭到白棋的 这个公杀了 白棋要想杀黑棋的话呢 也是像刚才梅花五一样 点在中间 如果黑棋要是接上的话呢 这里边啊 成了一个刀棒五 你看是不是点在这个形状上呢 那么如果要是黑棋不走的话呢 白棋这样走 它一接上 这里边的形状将来会形成一个就是钉刺的形状 大家注意钉刺呢 也是此棋 当你提掉的话 它点在这儿 现在呢 我在棋盘上摆了四道练习题 我们先看看左上角这道题 先看看这个棋啊 是像什么形状 然后判断一下 用什么办法来杀黑棋要先走 因为现在呢 白棋是走了这个吃黑棋 这两个子 如果它要接上呢 人家就提了 如果它走这个呢 人家提了这两个 我们看看我们怎么办呢 因为要是被它提掉两个呢 就彻底的近活了 好 请椒朗 你来回答一下 你看这个形状 你首先想到什么了 钉刺 嗯 首先想到钉刺了 钉刺是一个死棋 你怎么样把它走成钉刺呢 接上 白棋如果提掉 白棋如果提掉 黑棋怎么办 我点一个 对 黑棋再点一个 这样呢 就是利用钉刺的形状 把白棋给杀死了 好请坐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右上角的这道题 这道题呢 现在白棋这里边啊 地儿特别的大 但是呢 黑棋 一样有办法可以杀掉它 陈南 你告诉我这个棋 黑棋要杀白棋 应该走什么 应该走这个 那么走这个呢 如果要是 像我们初学者呀 可能还不太容易发现它这手棋的问题 不过呢 我还是看出来了 你走这个的时候 如果我走别的哈 比如说我走这个 那么它一立 总之是个死棋的形状 但是 只要我不让它走着这个 现在呢 我来走 我看看 它还怎么吃我 你比如说 你想打吃这个吗 是走这个吗 我要是街上被它走成弯三 我死了 但是呢 我可以打吃这个 这样呢 就形成了一个结 我们曾经对结呢 有了一定的概念 那么 现在呢 就用上了 你如果街上 我就把你提了 我这一只眼 这一只眼 如果你要提了呢 我就可以在其他的地方 去找结 那么也就是说 比如说棋盘这么大 两个人 他下棋的时候 我在其他地方 我要连续走两手 你可能损失也非常大 如果呢 你不愿让我走两手 我走那个地方 你要硬了 我呢 就可以再提回来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形成了一个结杀 如果这块棋可以禁杀 但是被你走成了结杀 实际上呢 意味着你已经是失败了 本来你是可以把人干干净净 用不着付出一点代价来吃死他 对不对 所以这个棋呢 点在这儿是错误 点在这儿是错误的 人家有一个家的好手 那么你再看看 就是说看到这个形状啊 就得想 我争取把它走成一个什么 此棋的形状 才行呢 你看看 它有可能走成什么 走成刀半舞 走成刀半舞 对 你扑 那么白棋一定得是提在这儿 现在我们看清楚了 这是一只假眼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刀半舞的形状 所以黑棋呢 点在这儿 就可以把白棋给杀死了 好 请坐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 左下角的这道练习题 那么这道题呢 现在白棋走在这儿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什么 接不归的形状 如果这两个子呢 被白棋给提掉的话 大家看 现在白棋就瞪起了两只眼 现在呢 我们出这个题 让黑棋先走 黑棋有没有办法杀死白棋呢 好 请陈南同学你来回答 黑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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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形状呢 这是梅花舞 对 这个形状叫做梅花舞 梅花舞是一个死棋 然后白棋提掉呢 大家注意看陈南下一步走在哪 点一个 对 点一个 因为这个棋呢 白棋 黑棋啊 是不怕被白棋提掉 因为白棋这儿是一只假眼 只要里边揍不出两只真眼的话 这块棋就要被黑棋杀死了 好 请坐 那么这个棋呢 是回答的非常好 我们再来看看右下角的这道题 这个棋呢 是由白棋来下 现在呢 白棋有一二三四五六个子了 这个地方 那么六个子呢 现在要做活 轮到白棋下 应该怎么样才能做活呢 一定要利用白 利用黑棋的这个毛病 他就可以做活了 胶狼 白棋先铺一个 嗯 白棋铺一个 这个棋啊 胶狼肯定是动过脑筋了 否则我想 肯定很容易想到 就随手去打吃 如果打吃的话 人家接上 这里边玩再利胶狼 为什么不这么下呢 可以铺一个 提 对 里边呢 就是一个直三的群状 这样就死了 所以呢 这个打吃啊 是不能随随便便乱打的 那我们再看看他铺和打吃 有什么不同 铺一个 这个黑棋呢 一定要提掉 嗯 利呢 黑棋也必须得硬 否则被白棋吃 这是一个接不归 白棋 利的时候 黑棋接上 有这个 再利这个 这里边是几 四 对 这个形状呢 是直四 我们讲过 直四就是一个活棋 好 请坐 那么这道题是利用钉四 这是利用刀棒五 梅花五 直四 分头杀死对方和自己做活 这几道练习题 那么前面呢 我们学习了 做活呢 一定要有两只眼 还学习了一些简单的死活鸡的形状 不过在对局的时候啊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特殊的形状 即使一只眼没有 可能这块棋啊 都是活棋 那么大家呢 可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一只眼没有 它也是活棋呢 我给大家摆一个形状 看了 可能你就知道了 大家看这个形状 非常的有意思 黑棋四个子 被断着也没有眼 白棋的三个子呢 也是一只眼都没有 那这样到底谁杀谁啊 好像谁也不敢往里走 你看现在有两 这个黑白双方啊 之间有两个交叉点 这两个交叉点 谁都不敢走 比如说黑棋要走了 那就被白棋提起来了 反过来呢 白棋要是往里撞气的话呢 也被黑棋提起来了 谁都不敢走 这种 这种交叉点 在围棋当中 我们管它叫做公气 公呢 就是公家的公 大家共同拥有的气 就是公气 公气呢 是谁也不敢进入 那么这个形状 就是黑棋也不死 白棋也不死 我们叫它双活 就是两边呢 都是活棋 等到最后结束 这盘棋下完以后 结束的时候 要数子了 那么好 一人算一个 这样呢 就是共活 谁也不妨碍谁 这是没有眼的情况下 双方是活棋 还有的时候啊 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双方呢 各有一只眼 只有一只眼 因为我们活棋实际上 有两只眼的 但是呢 现在是双方各有一只眼 它也是活棋 我现在把这个黑棋 给扩大一下 那么这边呢 我也给白棋 做出一只眼来 大家注意 看 我们来看看 这两块棋啊 现在呢 白棋有一只眼 这是一只真眼 黑棋呢 也有一只眼 也是一只真眼 这样把这个子换一换 可能看的就更清楚了 也是一只真眼 可是呢 出现的情况 跟刚才我们摆的 那双活形状 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地方啊 是谁都不敢 轻易进入的地方 无论谁进来 都可能都要被对方 给吃死 那么这个棋呢 也叫做这块棋 黑白双方的弓棋 大家共同拥有的棋 像这种形状 如果出现在棋牌上呢 那么它也是活棋 这个也是一个双活的形状 还有一个双活的形状 也是非常特别的 我来给大家摆 比如说 大家注意啊 这个这边呢 是一块白棋 被围在里边了 这边它也有一块棋 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这个形状 跟刚才的那个双 那两个双活的形状 有什么不同没有 谁发现了 焦朗 刚才那个双活是黑棋 一块棋 白棋一块棋 嗯 黑棋一块白棋 现在有什么不同呢 现在白棋有两块棋 黑棋一块棋 也就是说 现在好像出现了 三块棋 搅在一起的情况 是吧 嗯 那么现在你能告诉我 谁杀谁吗 这个棋到底 我觉得是双活 哦 你觉得 它觉得也是双活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两口气 也是那个 工器 也是工器 也就是说 呃 如果轮到白棋一下 白棋是不敢往这里头进入的 这儿要被人家提了 那么这头呢 因为它的外棋呢 也全部都紧入了 全部都紧住了 它也不敢从这头入 对吧 嗯 就要被人家提了 反过来说呢 黑棋能不能走这点 或者这点呢 不能 也不行 因为它自己啊 也没有气 它一走这个 就被人家提了 走这头呢 当然也一样 要被提了 那么这种情况呢 的确也是个双活 不过呢 三块棋搅在这个一起呢 我们还可以称它 称它呢 叫做三活 就是三块棋 都是活的 好 请坐 现在呢 我们又了解了 什么叫做双活 什么叫做三活 下面呢 我们来摆几道练习题 请大家来做一做 好 现在咱们看看 这两道练习题 那么要求呢 都是黑棋先走 当然如果要是白棋走的话 很简单就可以杀死黑棋了 我们看看这道题 黑棋先走 怎么样才能走成活棋呢 因为我们已经学过了双活 所以呢 要是能走成双活的形状 它也是活棋 好 陈南请你回答一下 黑棋走这 嗯 黑棋走这个 如果要是搬呢 肯定杀不死它 比如说我点进去 破你的眼呢 我要是再点呢 然后我把它接上 这样就成双活了 对 因为呢 白棋啊 不能再走这个 或者走这个了 因为是一个弯似的形状 弯似呢 在这种时候是非常清楚的是一个活棋 但是呢 黑棋啊 也不敢再往里走了 因为你往走 往里走呢 就形成了一个直三的形状 直三是死棋 好 请坐 我们再来看看这道题 这道题也是黑棋先走 要是白棋走的话 随便打吃啊 或者往这里边破眼啊 都可以杀死黑棋了 那么黑棋走 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做活 你看啊 这里边还有一个白棋的死子呢 交了啊 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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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拐的话是肯定不行的 因为它一挡住 这有一只眼 这有一只眼 那么我点进去呢 我要挡住 我要是接上 这样就成了双活了 对 这样的跟这边的形状 是一模一样的 黑棋也走成了活棋 那么刚才这个子啊 如果黑棋要是不粘在这儿 而是往这头走的话 那可就不行了 人家白棋 对白棋只要简单的一打吃 缩小你的眼位 你接上 它再一冲 走成直三或者是弯三 这块黑棋就被杀了 那么黑棋的这个子 走在这儿 扩大眼位是要点 好 请坐 那么今天呢 我们学习了 简单的死活棋的形状 还有什么叫做双活 什么叫做三活 下期呢 我们继续学习新的知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期再见